中共中央8月31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加强合作共事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最大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最大限度把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发挥出来 共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形成过程 他希望党外人士畅所欲言 开诚布公 发表真知灼见 对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万厄湘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小光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竹 智工党中央主席万刚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五党派人士代表高红军先后发言 他们认为中共十九大以来的五年和新时代这十年 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团结带领全党 全军 全国各组人民 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 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中共二十大报告稿 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 科学谋划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 和大政方针 提出一系列新思路 新战略 新举措 是指导我们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刚领性文献 他们还就增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共识 构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 推动双循环格局下 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东北振兴 加强统一战线和新型政党制度建设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培育创新型企业家 完善高效管理体系 建立卫生费用稳定投入机制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 中共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 是中共二十大筹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起草出顺应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适应党和国家工作新形式新任务的大会报告 我们充分发扬民主 加强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意见 集中各方面智慧 听取党外人士对中共二十大报告的意见建议 既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内容 也是党外人士为国家发展 民族复兴建言献策的有效方式 习近平强调 今年二月下旬 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 专门征求了党外人士 对中共二十大有关议题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上半年以来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考察调研 形成了一批高质量调研成果 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刚才大家在发言中 进一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我们将认真研究和吸纳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大家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 坚持统一战线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新时代十年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是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全国各组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也是包括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在内的 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 习近平希望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增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围绕中共二十大绘制的宏伟蓝图 确立的奋斗目标 和做出的战略部署 形成心往一处想 近往一处始的生动局面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底线思维 发扬斗争精神 发挥各自在协调社会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深化政治交接 突出政治性 传承性 针对性 时效性 传承与党同心 爱国为民 精诚合作 敬业奉献的 多党合作优良传统 丁薛祥 王晨 刘鹤 许其亮 孙春兰 杨小杜 陈希 胡春华 郭生坤 黄坤明 尤全 王毅 肖杰 张庆黎 夏宝龙 何立峰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 郑建邦 孤胜祖 刘新成 何为 绍红 和蒋座军 李岳峰 黄宇光等